小套在外側 這是外角偏低 這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壞球 就是失控的球了 兩好三壞 那這樣的一個球術 也給了林智勝機會 下一棒是左達者林薇柱 對 照理說 這個林智勝應該是有好球可以打 這一球打穿了 打穿了 最評分回來 智勝分 金牌分 金牌到手了 中華隊林智勝打出了 再見藍打 中華隊在歷史上 亞運會的第一面棒球金牌 終於是到手了 由林智勝所打出來的再見藍打 也讓中華隊 最後是8比7 一分擊敗了 日本隊獲得了 亞運棒球項目 歷史上的第一面的金牌 也把投手高企劍太郎 打得在投手球上是 垂頭上氣 雖然說這個日本隊沒有派出 這個全國的金牌 只是派了一個業餘的 這個最好的一個球隊來 但是也不見得說 日本人對這個金牌 好像不介意 剛剛看到高級在投手球上 痛哭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 他本身對這個 還是很在意 尤其是他最後一個上來的投手 當時就是領先的一個分數 最後輸準是出在他手上 我想這個是他不容許 更換他這個個性 非常好強的一個選手 What a game 真的是金牌的這個爭奪戰 真的打出了金牌爭奪戰的 這個精采的實力 雙方你來我往 所以最後勝利還是屬於中華隊的 好 那麼由葉智仙總教練 所率領的中華城邦代表團 在這一次 度化亞運會 最後的關鍵一役 是以8比7打敗了 由原野先生 所率領的日本國家代表隊 關鍵的打擊就是林志勝 今天也許前四次打擊 打得非常不理想 但是在最後的一擊 把在二壘上的赤勝分 也就是陳金鋒給打回來 他的這支安打價值連城 中華隊8比7擊敗了日本隊 獲得了在亞奧運歷史上 棒球項目的第一面的金牌 對 來 加油 加油 現場的觀眾跟所有的球員們 在球場上的這個興奮的心情呢 我們可以完全完全的理解 那在這支前的觀眾呢 也共同的見證了這歷史上的一刻 中華棒球隊在度化亞運會中呢 是獲得了棒球項目的精彩 這也是中華代表團 在這次度化亞運會